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來看看東方不敗,復活節假期 當然是樂觀一點,看看香港的狀況復活 期望香港復活 打開東方大旗手,又有青方向報 引領大家的方向 樂觀處事,一打開的時候 就發現頭條死成無綱,倒閉暴潮,直捲香港 一看標題,你都很難樂觀得起 但是我們盡量嘗試 例如有些人就說,你不下跌又怎會上升呢? 同樣地死成無綱,你要死了才能復活 即是有潛力的意思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沒有綱之後 就少些綱污染 那時候很多人都投訴旺角的綱污染 現在彌敦道差不多關燈了,危洪江館都沒有了 至於倒閉暴潮 沒有辦法的,因為眼紅大人 掛著自己提山的樓,就不去處理惡意倒閉 結果沒有了寒蟬效應之下 就是人人,就像一個潮流一樣 人執我執的,但是外資見到 所謂人要衣裝,佛要金裝 結果引發外國人的離去潮 外資的撤離潮 以及香港人的不想外遊潮 這些夢佬經常說的,不能叫夢翁的 因為翁字有個語字,語毛那個語 就犯了我們習主席語毛那個語 這個港人外遊潮,外資撤離潮 就令香港變成一個國際圓彈中心 的而且確有那些標記 在中環那裏設立了一塊有一塊的窮崗彈 再加上那些白花腩 以及,喂,你別說 阿邦波的樣子,就衰神上身 好像破產那樣 他的名字真是叫Paul Chen,大上的波爾 而鄭硬孔,他的頭真的好像窮崗彈那樣的 說韜韜的,又或者想事想到高估了自力 或者不想事,人家經常都說的 腦會長瘦,長瘦了 那些筋沒有養份,發筋 於是乎就脫掉了 話說東方拍了一個赤柱那邊美利流的倒閉潮 美利流古色古香 以前是赤柱的一個景點 壞壞都沒有那麼壞,就是那些米芝蓮大柱 現在就不會再在香港那裏落戶了 做大柱,你說賺到錢就說 米芝蓮很多,就想著一試伸手 有呀!萬成那頭,有米芝蓮的升級大柱走過去開業 英國人有口福,他們那些東西不能吃 突然之間走幾個香港人,煮些好東西他們吃 Anyway,東方大旗手這裡寫到 景點冷清,百業絕網,三百食肆率先投降 好像報細數喔,不是說三千嗎? 王家和那些說跌四成嘛,那些生意 話說港人是繼續豁好,棄成啊 北上消費,這裡糾正 有些人的確是棄成的 你看出境的人數,而且也是旅行人士 那裏有二百多萬,入境的就幾十萬 哇!直接整個勞動人口,很明顯啦 你勞動人口就二三百萬,整個勞動人口出了去喔 那將自己那些假期積蓄啦 全部一家大小那些去日本呀,去台灣呀 甚至乎去英國那裏考察就走了嘛 那東方的介紹,原來呀 哇!開埠以來呀,1842年了嘛 當時大英媽媽呢,就拿了這個香港 將香港打造成東方之珠,賢美利流啦 亦都跟著港英政府流傳在內 今時今日啦,都不用他去殖化 原因就是因為,你香港人這麼多的已經離去了 東方之珠昔日的江輝,也隨著那些人 那雙腳,暗淡無光,關燈 因為香港是因為有香港人才成為香港的嘛 而不是因為那些固有的建築 現在你看到了,香港人走完之後 美利流都流傳不住呀 不過他可以拿來保育的 他不是中區警署那些拿來保育的嗎 那美利流他都可以拿來保育的 話說,擁有160年歷史的古蹟 赤柱美利流在內的兩家高級西餐廳 也都因為旅業旁東啦 沒有人走去赤柱啦 平時那些鬼佬聖地來的嘛 有得去沙灘那裏,是不是? 西方很小可的,很小可什麼呀? 有這麼小的沙灘,人家那些沙灘 真不知為什麼很大 整條水平線那樣一望無際 那些小型沙灘呢,有他自己的特色的 在香港才有的,讚他 你看我多樂觀 但是無奈了,赤柱無論如何樂觀都好 之前呢,有人走過去摘紙菜 跌了下去的 有空就整條浮ABC出來 好恐怖 Anyway,學者就指了 是啊,指了兩人的嘛 如果大家還記得那兩兄妹 學者說,香港經濟雖然差 不過租金呢,未見大錯 噢,惡意不減租 加上阿鍾小企呢,對這個疫後復甦的幻想已經破碎 他沒有聽牢寵物醫生說咯 阿寵物之前就跟他們說過的 公泉公泉,公庫王泉 現在不方不王泉啊,可以賣紙摘 所以香港唯一百葉興旺的其中一個行業 大家可以積極入行 是什麼呀?沒錯,文米娟 走過去賣紙摘 東方預期,現在都未見底的 他說,倒閉,陸續有來 可能他認識很多不同的勁人啊 知道他們黃潔龍那些嘛 聚覆流那些嘛 陸陸續續都會倒閉 其實走過去抹黑赤柱的經濟呢 對香港的打擊是最大的 因為那些洋人最喜歡的就是去那些 外國風情的地方 包括長洲啦,赤柱啦,西貢那些 而最近你也看到啦 東方不斷針對的都是這些地方 又講長洲,拍烏鷹啊 赤柱怎樣兇嬌嬌啊 天滅中共,全黨史青江啊 話說啦,充滿二角風情的赤柱 多開心,二角風情啊 那些西班牙妹啊,各樣那些在那裡 就在復活節假期最後一日 都不見熱鬧啊,死症 已經最後一日啦,沒有行,沒有人來啊 美利流一帶的人流和平日就相近 那還不死? 假期和平日相近就是假期沒有用的 附近赤柱新街呢 很多個舖位就已經丟空了 那這些惡意丟空啊,惡意倒閉啊 要找一個業主出來 炒家滅族,寧次處市 那還有,有前身呢 是連鎖藥妝店的舖位 還有酒吧,那酒吧我想到啊 那些洋人很喜歡去泡的嘛 但是藥妝店我就想不明白的 除非你那些韓國啊,日本啊 那些女生走過來買東西的 咦,如果連鎖藥妝店都搞不定的話呢 就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內地人都不來咯 以前他們刮你的嘛 你不會是韓國、日本那些來的啦 如是者,即是跟你講內地那些啊 玩心道遊啊,現在 除了兩送飯之外呢 唇膏都不買支的,你說死不死呢 我們就不死的,不過那些做生意那些呢 就倒閉了,話說他都有介紹啊 全港店舖整個結業消息關注組 說現在醬粉啊,去到十七萬人了 就見證著赤柱近年的變化 引述啦,當話就指最近的外國人啊 幾乎是消失那樣子 那是因為他們白鴿眼而已 因為走過去的有些印度啊 有些黑古立特啊,胡蘇立特啊 中東王子啊,是不是? 喂,歌手來的啊 原來人家被人刮了出來啊 在菲律賓唱歌的,你看 多才多藝中東王子 叫他過去赤柱那裡 不要搞那些家族辦公室先 去赤柱,高歌一曲啊 引些菲律賓姐姐走過去 都是一些生意啊,是不是? 藥妝店就未必光顧的 那些姐姐買什麼多啊? 我就知道啊,買那些呢 幾蚊雞,一包脆脆脆的那些啊 你現在平時舊商場那些 姐姐店撿光啊,菲律賓和中國關係不好啊 那你又在赤柱那裡 做一家賣紙紮的 又一家賣些脆脆脆 最好呢,就是那些脆脆脆 順便有玩具鬆 包你發達 你聽完你不要走去開啊 因為為什麼啊? 就是那個菲律賓王子呢 你不知道他吸引那些中東人來 胡蘇立特那些 會不會趕走那些菲律賓人的啊 人家說了都是王子 好啦,外國人幾乎消失這件事 你就要看一下有沒有那些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 黑古立特走過去赤柱你才知道的 我建議啦 反正啊 唐超寶寶啊 他喜歡搞這個 爺崩峰 爺崩峰 那幫幫手 搞個赤柱崩峰 當歧視朗拿道都被他捉實了的了 差點把臉上的 那中東王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歧視人家啊 有胡蘇啊 不敢碰啊 人家的胡蘇不會生失的 請中東王子去赤柱高歌一曲 自己用氣功唱些歌出來 好啦,很可惜 美利流開業大概已經二十年了 是景樂集團旗下 你要找回景樂集團 惡意倒閉 這個集團一定要抄家滅族 就是帝洛德國餐廳 德國佬 還有這個藍石海鮮牛扒餐廳 Ocean Rock Seafood and Tapas 原來有些市民就不幸運了 餐廳都有會員的 他們是這兩間餐廳的會員經常吃 我想是赤柱的原居民來的 近日餐廳經理就致電那些熟客仔 就說餐廳就會在4月14日結束營業 提醒客人盡快使用剩餘的優惠券 都算有良心的了 iCars的餐廳好一點的 嘩,那間這樣的健身店 倒閉了一盒 有些7萬多人套票都沒有獲得通知 就這樣變了水魚 於是乎 東方就在人家的傷口上灑鹽 insult the injured 記者分別致電兩間餐廳 就是知道他們就倒閉了 看看他們心情如何 前者就沒有接聽電話 後者就只沒有回應和補充 大家都是說租約期滿的 這個就要找回收集群組的業主 抽出來問 為什麼不減租 搞到人家撿了一盒 香港餐飲業聯會王家和表示 這個他最有資格說 他那時候呢 海洋公園黑色暴雨的時候 臨到他下湯雞 對蜜都濕了 滯流 沒有車回 那條路 而面對著生意下滑 他又說到 雖然有很多的香港人流港消費 但是餐飲業的生意已經削低了30% 就是嫌那些香港人現在不消費 惡意不消費 那就隨便抽那些人 如果不肯給錢的打他50大板 他是這樣說的 隨著不想消費成風了 市民愛有常態化 餐飲業遭受打擊 尤其 他這樣說的 聽實 出境的市民呢 就高消費力 這句說話可以演繹成什麼 即是沒有出境的市民呢 消費力就相對低了 嘩 他在這裡侮辱人 就令到那些高級食肆 首當其衝 美利流那些 首當其衝 北區的食肆 也大受衝擊 為什麼呢 你北區做什麼人生意 而最喜歡北上的 不好意思 那是什麼居民 近一點應該是 北上的熱情又大一點的 他相信了 情況是會持續 那是因為他悲觀 看不到油智及興的好處 都是鐵門神的了 這兩張東西 那你那些高檔食肆 倒閉之前 大致標題 油智及興最後七天 好過你寫什麼 最後七天結業 有些傷感的 如果你貼著 油智及興最後七天 那就令到 大家會覺得開心一點 嘩 又來一個要掌嘴的 話說 中大教研學人 那個李兆波 之前就說要執了個國安處去吸引外資那個 那個呀 就講到了 本港機場客運量 全球三十大不入 已經 訪港旅客人數 也未見回升 加上業主擔心了 減租會令物業估值下降 雙鋪租金水平呢 居高就不下 令本身利潤較低的本地餐飲業 最後一絲希望都還滅 就是不相信共產黨了 天滅中共 全黨史青江 但是我們這些呢 建設性建言來的 就是都是想他好 你天滅中共的話 對於中共和香港來講都是好的 是為了令他好的 這個免責條款 明報都是這樣的 另外 我都不想的 但是他不斷地彈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事項 就令到你很難樂觀得起 如果不是呢 就變了恨災樂禍那樣的 例如這裡 我也不知道怎麼可以樂觀的 關仔中連看 因為工作問題堕樓 怎麼會堕樓的 你工作問題 就是除非你高空工作的 是不是 妻子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地說 標題真的這樣寫 東方 中連看工作問題堕樓 是甚麼工作的問題會令他堕樓 抹槍啊 東方大旗手是這樣寫的 初步調查和向親友了解 相信事主呢 就由灣仔的一個單位高處堕下 現場沒有檢獲到遺書 調查中事主的堕樓原因和死因 空中非人就空中非人的啦 為什麼要用個堕字呢 就不明白 這位是姓余的先生 54歲 在灣仔樂黑道369號住所 離開了之後不知所終 而調查發現 事主最近工作不開心地說的 哦 即是不是因為抹槍 你想一下 他這樣寫到灣仔中連看工作問題堕樓 你以往會怎麼寫啊 但是你不是就這樣改了那些 TITLE就算的嘛 是吧 顯示到的就是 香港今時今日那個失業壓力很嚴重 但理論上不會的啊 因為根據失業率那個報上來的數字啊 本港的失業率啊一直都是非常之英俊的啊 維持在健康的3.39%水平 那又怎麼會發生這些這樣的事呢 是吧 另一件更嚴重 紅磡男子因金錢的糾紛啊 被禁錮偶傷 三少年被捕 六個未成年人在逃 他顯示了些什麼啊 喂 就是有這個新紀安啦 以和為貴啦 以及數字K在裡面啦 是不是 就顯示那些字頭啊 踢人入會 還有已經越來越猖狂 變成國際大都會啊 那另一宗消息 就是你由東方那裏報道出來 已經可以分析到香港那個狀況了 聽到中共全黨史青江 綠色殯葬需求上升 真嘴靈灰安治所提供新服務 這樣說的 什麼叫綠色殯葬啊 就就是說 不要要那麼多地 史無葬身之地啊 這些叫 綠色殯葬呢 近年佔為市民受落的 以前就5.5%的市民選擇的 現在已經升到16.5%的 就包括了些什麼服務呢 獨立的悼念房間 一次性的殺灰器 還有紀念卡 還有思念相架 還有當你寄出信件的時候呢 食環處就會定期將收集的信件進行火化啊 就是送給先人啦 文米娟 我覺得文米服務會好過你這些殺灰啊 寄信啊 那些事情 情況就反映著 暗位不足啊 他現在那些暗位呢 很貴貴的嘛 好了 還有就不是豪宅區 就沒事的啊 這裡 山頂廣場老翁啊 遭到三刀柴行劫 頸部受傷 嘩 刀刀致命啊 你想想 好斬不斬斬 這裏 這裏 港島山頂發生劫案的 四月二號晚上七時 八十三歲姓真的老翁 山頂廣場便利店外 將三名藍亞裔男子 帶到附近的山邊打劫 那不即場打劫 帶到山邊打劫 應該是有點勾當咯 可能啊 沒理由的嘛 但是到最後呢 又不是很嚴重 這個阿伯應該不太有錢 內藏一百九十元港幣的銀包 就被劫去的 事後 老翁就去這個 綠敦寺醫院求救 頸部有長達10cm的傷痕 警方列了行劫案處理 所以啊 不要以為豪宅區就沒事 隨時去完淺水灣啊 山頂啊 人家小紅書 已經摸熟路了 有專才啊 利用到老邪刀法 將你大射八塊的啊 那以及香港呢 除了豪宅問題 那個治安方面啊 這個赤柱 倒閉那些問題 就是那些景點各樣啊 失業的問題 患仔那件事啊 學業都有問題啊 這裡 學業問題困擾 元朗青年墮樓忙啊 又墮樓 但是這單就清晰很多的 至少他講到學業問題困擾 就是不會說什麼 因工作問題墮樓 我以為他抹槍啊 話說元朗方便四月二號 傍晚六時 有圖人報案子 一名男子啊 倒臥在鳳長路 三十三至四十三號大廈平台 懷疑高處墮下 使者姓井 二十歲 調查顯示 最近受學業問題困擾 不排除因此而輕生 以及最近羅淑佩所講的 就是要調查你那些公屋各樣 但是跟洪山半島一樣啊 什麼寧項好的那些嘛 犯法就是犯法 但是東方呢 一早已經看死他做不到這件事的 東方日報A1頭條 收公屋恐秒秒可數 打擊富戶一場騷 即是只會是大羅大鼓 雷聲大 又雨點小 情況跟林鄭月娥當日一樣啦 話就說打擊那些村屋潛建啦 到最後 沒什麼人落鑊的 隨便抓小貓三四隻 走過去立威 有錢那些他就管不了啦 莫氏紋身啦 話說東方之前 就去公屋停車場那裡發現 拍滿了所有的豪華汽車 於是乎就逼令這個 羅索配房屋處各樣展開 公屋入息資產申報計劃 超過25萬的個體租戶啊 需要交回申報表 有議員認為啦 和首輪收回的單位呢 應該都是差不多 450個左右 中方就引述議員 陳學峰 和梁文港所說的 數據 就說那些人呢 可能並非富戶 喜歡駕駛車 但是銀行沒有錢 而陳學峰表示啊 上一輪申報計劃 收回的單位450個 這次都應該差不多的 打擊面不會說很廣泛 對於縮短公屋平均輪候時間 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未做已經打退堂股了 就就是說你不會有這麼多期望了 收起來都是1000個的 25萬收到1000個 你說收了多少 那為什麼既然沒有效用都要做啊 他說是因為要確保市民呢 對公屋有合理的期望 給予公眾 不可以濫用公屋的清晰訊息 那就是做租咯 做租咯能夠減少市民的輪候 年月日呢 沒有可能的嘛 那到最後啦 香港仍然是 這小島外表多風光 可悲的是 有人仍在流行 大家其實 行街的時候 經過那些最大的主幹道啦 然後看上去 以往燈火燦爛的 眾多屋苑 今時今日 還有幾多間屋是著燈的呢 那你又知道香港走了幾多人 不過這裏呢 又要提提大家的 晚上最好不要出街 不是呢 中了這個老邪刀法 沒有人補到你的啊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